音樂 什麼意思 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相信經由剛剛的開場 呼應了我們整個主題 用這張照片 也更呼應了我們的主題 不是 就是外國人他們為什麼有些行為 我們真的看不懂 不知道在想什麼 對不對 比如說剛剛夢多 你為什麼要戴那個墨鏡 你可以戴一下給我們看看嗎 哦 是不是可以幫我加強我的肩頸的部分 可以 可以啦 所以想說他們的邏輯到底怎麼回事 對啊 你問他為什麼要戴墨鏡 因為他說他要跳開場舞 有意義嗎 沒有意義嘛 對不對 對 那所以今天要聊一下 到底這些外國人 他們的邏輯到底在想什麼 我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們今天也請到了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號稱亞洲智多星 我們的台灣團代表 歡迎再位 歡迎 柯南們 當然做事 傻裡傻氣 覺得自己男巴萬 我們的聯合國行男 歡迎 大家好 這些外國行男們 常問的節目效果 搞笑狀奮 取悅觀眾 但他們真的是如此傻嗎 今天就要來揭曉 在台灣人心目中 到底哪一國人做事最犯傻呢 我們今天有做了一些白洋排洋榜 讓大家來聊聊 覺得是不是這樣呢 第六名開始看了 第六一名會是 日本 怎麼成功 日本 日本超奇怪的 日本在第六名 這就算我們想不通了吧 真的 我氣得我都胎動了 歡迎 太動了嗎 日本他們就是 有一些綜藝節目不是都會 弄整人的東西嗎 就是他們會掉到電梯裡面 然後他們就會看說是哪一個藝人最醜 然後就是會平分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日本人其實 還蠻 還蠻奇怪的 我記得我在日本的時候 我走在路上 大概那時候6點多吧 最近看到有人在路上已經喝醉喝瓜了 躺在路邊 在那邊吐 你會覺得 日本人晚上是髒的 日本人都會就是 亂暴露 比如說他跟我們暴冬 但是我們問另外一個 第二個人他跟我們暴溪 結果其實最真正的地方在南 真的 對 那倒是真的 他很會敷衍我們 你知道嗎 對 那個女生 假裝人很好 然後到前面的時候 那個 這個 到底要走哪一邊 沒有啊 因為那個日本人是 第一個是不太會講英文嘛 而且是看到外國人會請餐 但是就是好意的是 演藝跟你們合同就是已經 不錯啊 不是啊你不知道路就算了啊 你這樣害我們都好幾圈耶 沒有沒有就是說 他的意思是 那個那邊問人家 意思是 去那邊問人家 就是 好可怕啊 這是什麼邏輯啊 對 因為我他不會講英文 所以就是請你找別人幫忙 所以是我們誤會了 可是日本在最後一名講說 他們 邏輯好也是邏輯不好 因為他們邏輯夠好 才能發明一堆有的沒的 是啊 但也就是奇怪的腦袋 才會做這些東西 真的耶 我們去他那個 不管食物 百元商店還是什麼 你會看到一些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你說 實用嗎 他也不實用 對 有一件事情我覺得 日本人真的很奇怪 我真的希望 聽完夢都可以跟我說 這個是假的 是 我之前有一個台灣朋友 他之前去日本工作 那時候他的公司的同事 進他來家裡吃飯 他們到他家的時候 他把一個機器人當他的女朋友 然後他跟他說 大家好 我給你認識的這個是Nancy 然後在一開始他們 還有名字 還有名字 然後一開始他們在他開玩笑 可是沒有這個機器人啊 有化妝啊 他又準備給他吃飯 然後給他買衣服 跟他聊天 對 然後會說 其實這個 這個很流行 然後就是大家都很滿就是 天啊 其實是這樣 很驚訝 不會抱怨 沒有公主病 然後我真的不知道是Ryben這麼 扁態 笨 或是真的這個很流行 我覺得去日本生活 我覺得很好啊 就是很棒啊 就是不會抱怨嘛 他不是那個白色 我們想像中那種機器人 沒有沒有沒有 現在很漂亮 他是用矽膠做的 然後 你可以選擇他的髮色 真的 他身上 所有毛髮的顏色 你都可以選擇 定製就對了 嘿嘿嘿 所有毛髮喔 然後還包括什麼 眼珠的顏色啊什麼 就是你可以定做 你喜歡的 然後 他是有溫度的 因為是矽膠 天啊 他不是說冷冰冰的那一種 那不會有塑化劑嗎 常用可能會有塑化劑 然後 可是他很重 那一尊大概就是三十幾公斤 當然真的 要兩個 兩個大汗 然後把它抬起來 你女朋友三十幾公斤 你抱不起來 不是 不是 就是說那個東西其實還滿重的 它是 它是有壯的 真的不是像你們想像中那種 吹死 所以他還能定了幾個 我定了六個 沒有定 考驗 但是你覺得 那很貴耶 其實我個人覺得日本 應該是在我心目中是第一名 可是今天看到他第六名 我有點傻眼 真的 因為日本我覺得他們應該太壓抑了 平常工作可能就是要很有禮貌 然後所以晚上就顯得就是要 你知道有點 要找個地方放鬆 然後我之前很常去日本有一次 我就在很晚的時候自己搭地鐵 要回飯店 然後那時候我就很晚了 然後我也剛好那一天穿著一件裙子 所以我就很放鬆地坐在那邊 然後用我手機 放鬆的狀態是什麼樣子 放鬆 沒那麼鬆 就差不多是這樣的 這個這樣 然後我只是穿裙子 對面有一個 他應該是上班族 然後穿著那個上班族的衣服看著我 然後我也不疑由他 就也不理他 然後我就覺得不對 因為他視線沒有離開過 然後我就很認真看著他 然後發現他其實沒有在看著我的臉 他是在看著我下面裙子的那個位置 然後我想說 他在等你哪一刻曝光 我就想說 這個每個國家的人會啊 沒有 他說會跳 沒有 不會那麼明顯 難怪你買墨鏡 對…今天是未了 沒有 他是明目張滿的看喔 我想說好 那我就 譬如說我翹腳 然後包包壓住 對對阿 應該還好 沒有 他就這樣 我腳怎麼影目 他就點走 不是啦 你誤會啦 你看日本的上班族那麼累 對不對 他是只是這樣而已喔 就是這樣很累 剛好你在就是 他打電話 沒有 剛好幸運了 所以你在警察局都這樣講了對不對 對… 沒有 你知道接下來為什麼很確定他真的很奇怪嗎 因為我想說好 那我換到別截車廂可以了吧 對… 我就走去別截車廂 我們走開嘛 我一走他就跟著我走 哎唷 好恐怖喔 吃汗 這個不行 我嚇死了 如果在台灣 我一定立刻就是走過去罵他 可是我在日本 然後人生力不熟 又有一個人我想說好沒關係 然後我的要到的站要到了 我想說我下車可以了吧 然後我下車之後 他也跟著我下車耶 他剛好在那邊 對 他剛好在那邊 對… 那麼巧在同一站下車 對看看 所以如果在日本被看就是要自己默默承受嗎 對 默默承受嗎 他這個狀況應該怎麼辦 就是… 以你的經驗來說 如果我們在電車上碰到你的話應該怎麼辦 碰… 碰到我 碰到我就算了 就是… 我不會這樣做啊 就是只要真的遇到變態 你覺得這個人就算很危險 我覺得還是覺得你要趕快去走 對 就是… 因為主要的是… 他對你沒幹嘛 只是說… 就是你看喔 如果你跟外國人去到一個那個警察局 就是怎麼說明 一樣啊 我們… 日本人在台灣 我朋友也是啊 就是… 不是… 反正就是遇到不好的人 還是就是我們… 就是講中耳、日文 這聽不懂啊 然後就是主要的是 為什麼這個女生在哭 對啊 就不懂 這個是沒辦法 每個國家都一樣 真的沒辦法 我也想說一個日本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 以前我在日本機場的時候 去他們的廁所 日本人的廁所的衛生 就都是這樣子 有人先幫我摺好 比較好看一點 或者是好用一點的 可是我… 可能是他來報恩的 對 就是我… 那時候我滿奇怪的 每一件都報 所以我打完之後在門口在等 大概… 到底誰會幫我… 誰會來幫我叫這樣子 對… 所以那時候 然後突然有一個日本人進去 然後忙完之後他就走了 是 我就進去然後看 你是變態是不是 我很好奇啊 所以進去看他們的… 他的衛生紙到底怎麼樣 是 就是這樣子一樣 呃… 他也是幫後面的人先摺好 所以他會幫下一個人摺紙和 對 可是那時候 不是… 不是紙和嗎 就是他會摺一個三角形 對 可是很… 不覺得很噁心嗎 為什麼 他用他的手 他剛剛插他的屁股嘛 對齁 那你們不要用手 你們他是用腳嗎 我等一下要用的那個衛生紙耶 可是他滿好像是說 對 他滿好像是說這樣子 滿奇怪的 不是 這個… 對 其實你… 我第一次… 你講的還滿有道理的 有啊… 我跟你講 因為這些問題齁 就是因為就是我們的 這個的意思是 就是那個禮貌嘛 就是比較好拿 就是只是我們的 那個腳位的問題 就是說 這樣子下一個人是比較好 那如果尖尖的朝上 然後帶在這裡 就歐彌陀佛 不是 不是 不是啦 但是這一點就是 好像日文的Yahoo吧 就是一個報導說 這個是你講的沒錯 有科學家說 對 就開始就是比較不會這樣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第五名是誰的 第五名 第五名來齁 歐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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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人吃飯一次都要吃 兩三個小時 然後東西又貴又小 吃完之後就覺得很空虛 然後又不飽 然後這樣子不是一個 很笨的行為嗎 聽說在法國買雞蛋的時候 然後還要對那隻雞生家調查 看雞媽媽是住在籠子裡 還是籠子外 他們的路人很愛闖紅燈 然後如果被撞了還會 就是罵那個車主 法國人一個禮拜有期 五天都在罷工 然後罷工就在路邊喝酒啊 然後狂歡 我有一個朋友他之前去法國玩的時候 他那時候坐公車坐到一半 然後公車其實看到有人在罷工 他竟然也加入他們 現在怎樣 那台車到現在誰要開 常常喜歡吃水果 然後都用水果做一些很多各種料理 可是我覺得 他們好像常常不會先洗 然後再使用 我覺得這也不太為神 不會先洗水果再使用 是不是因為你們不用農藥 應該有農藥 但是應該是在床動車上買東西 因為可能會有一些塗啊 這不乾淨一定會細 可是有時候比方說你去賈樂夫 然後那個實在都看起來就是很乾淨 很漂亮 如果是實在還是會洗一個 所以一些水果 像你要吃一個蘋果 那你會拿 吸 就是用一個尾聲 就是吸一點點就去吃 所以 我不是說就是 法國人不會用農藥 我們也是有時候不會想吸那個水果 就懶得吸 不是啊 但是就是我覺得一個好 就是我覺得 這個做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就是因為不是他 我之前認識的是兩個模特兒 也是法國人 他們每次就是一樣 就是吃那個吃飯幹嘛 就是看他們一樣 就是很喜歡吃那個現在 沙拉之類的 他每次吃的很大量的沙拉 但是一樣 會啊 沙拉一定會 我朋友不洗 就是那買的 比如說那個超市的泡泡都對 就是已經 那個一袋一袋的 像我們亞洲人是稍微洗一下 然後要看就是 對 如果你賣那個沙拉在那個 塑膠袋裡面 塑膠袋裡面 那有時候已經有寫 已經寫好 所以就是你可以就是 真的可以馬上用 馬上吃 可是如果你用一箱 沒有那個塑膠袋 那這個應該要洗 然後就是你們蘋果都這樣 拿蘋果這樣子 就是還沒洗過都這樣子 對啊 對 以前我們經過我們 學校旁邊不是有那種果園啊 是 然後那種法國園 他們都是直接這樣 偷人家果子 然後擦一擦就吃了耶 對 我們這個應該是懷習慣 因為可能之前 因為法國是農業的國家 農場國家 所以其實之前就是我們的 可能的蔬菜水果比較 比較新鮮 比較健康 可是現在越來越多的農藥 所以應該這個懷習慣要改變了 我之前跟女朋友也是挑戰 因為有時候 比方說我會買一些藍莓 或是一些草莓什麼 然後就是會把它開盒子 然後就自己吃 可是他會在身上 一定要洗 一定要洗 可是我們會 對 這個事還是要改 我們真的習慣不起來 我們在義大利也是 大概義大利人 如果他不住一個太大的城市裡面 他大部分 50%的水果都是自己採的 就是我爸爸出去 然後他採很多什麼五花果 櫻桃 一大袋 一半都是直接拿的 然後對 都不會洗 所以我們也是 就是有時候你去公園 然後發現有一個 一個 披茶 或是一個在地上 那我們會拿回來吃 你要想 如果他 就是 掉的 掉 這是最好的時間 成熟時才會掉下 對 所以你要當然 蜜桃成熟時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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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 怎麼啦 對 所以要看 還是要看 有沒有可能 狗狗的 鳥鳥什麼 但是 還是洗是比較好 對 還有呢 法國人還會做什麼 很奇怪是嗎 我大概兩年以前 會法國的時候 就是夏天 然後就是就 約很多 就是大學的朋友 一起出去 然後那時候就去一些 去一些酒杯 開始喝酒 然後大家應該有喝過 那個 對 那喝酒的時候 我們會放 對 吃鹽巴 喝酒 然後吃那個檸檬 對 所以大家 他們都在頂酒 然後說 這是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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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說 這是什麼東西啊 他說 那你要不要醃吧 不是 用鼻子 用鼻子 快流鼻血吧 喝酒 然後也要把一個檸檬 放在眼睛裡面 放在眼睛裡面 眼睛 這什麼啊 然後他們會問得很開心 我有看過那個法國人 把藍姆酒 也是把一瓶藍姆酒 就是放在眼睛 就是一個 這個 叫做 叫做 那個喝法叫做 可是那個 就是我就是 站上看到 然後就是很多年輕人 都會去玩 然後就是 哈哈 拿一瓶子 然後拿一瓶子 然後拿一瓶子 然後大家 喝 然後大家就 到那個檸檬裡 那你有試過嗎 沒有 我之前在打眼睛眼睛 這什麼理由 這是作弊 怎麼打眼睛眼睛都不行啊 那個檸檬汁滴到眼睛 很痠耶 而且 用這樣吸 鼻子的那個鼻膜會破掉 他們的鼻子比較適合 因為法國人鼻子很大 所以那個 用那個鼻子 我們比較多眼睛 對 因為就是 我們聽過倉姆是講最有道理的 可是好像是 好像是 澳洲的發明 可是我們法國人這麼笨 到法國就飛到台灣 你們發明的外怪的都是 不要 也不要講 別人講 都是真的 真的 真的奇怪啊 對啊 怎麼會這樣 所以澳洲人好像也滿瘋的 澳洲人很瘋 第四名會是誰呢 第四一名來看啊 韓國 怎麼這些都在那麼後面啊 他們吃麵 湯跟麵還要分離 都不用碗吃 都蓋著吃 我覺得他們常常會把 流行跟時尚搞混 因為每次都是看到一些韓劇 都會就是莫名其妙的大叫 或幹嘛的 走在路上都會講話 就突然大叫 韓國就是整形太多 而且大家整出來的樣子都是 一個模子扣出來的感覺 因為他們把美的定義 就是建立在整形上面 就是我覺得這樣滿不聰明的 他們每個女生都好像很愛整形 可是 每個人都有自己漂亮的地方嘛 而且不是說 一定要整得一模一樣才漂亮的啊 比較沒有辦法接受 他們三餐都吃泡菜 真的 你們三餐為什麼都一定要泡菜 這個就是 我覺得全世界只有我們韓國人 比如說要吃披薩 或者是披薩 我們都想要泡菜 而且你知道 韓國人出國一定要帶泡菜 對 真的 我跟妳講就是 這個泡菜問題 就是 晉明在讓我們很生氣過一次 我們上一次我們是 大家一起去那個燕南對不對 我跟他還有杜莉啊馬丁啊 我們去玩 然後那一天就是 拼起來就是一個悲劇的作品 對啊 本來就是那一天是 我們是那個早上約 然後晉明在從太中來 然後我就是 早上起來吃飯的時候 他打來說 不好意思 我今天沒辦法去 我說蛤 什麼意思 我明天的飛機好不好 就是已經就是飛機的時間 快一個小時半 然後就是 他的意思是 他晚一點 對 來不及了 然後說為什麼 他說就是 很重要的工作進來 然後講了一堆 然後韓國的很大的老闆來台灣 就是要今天 一定要陪他什麼什麼什麼 結果呢 後來 今天我才知道 為什麼他那個時候改時間 因為他說就是 後來 他為了泡菜 因為 就是他有簡直就是 泡菜是從自己的家裡 拿回去 國外 越南 就是為了泡菜 可是你講這故事的當下 你有沒有想過 你自己也會到過期啊 對啦 對啦 我跟你說什麼 對啦 但是我 就是我是 我是誤會 但是我氣得太浮躁 但是浮躁過 你怎麼好意思講這故事啊 對 然後我想 其實我想抱歉 那時候真的我騙你們 因為真的 我為了泡菜 我真的忘記帶呼叫 所以 我問你是不是你們韓國每一個人 因為我知道是很多演藝人員出國 他們都會帶泡菜 對 像我們有一個那個 節目說 花樣爺爺 那裡有四個爺爺要出國玩 對 可是他們都會帶泡菜 年輕人也會嗎 年輕人也 我也會 所以我這樣 從韓國回來都會帶泡菜 奇怪喔 而且我跟他講說 就是那個 因為那個 越南也是很多 那個韓國人的地方 就是很多那個韓國人的地方 我跟他講說 我在那邊買就好 他說不行 就是一定要自己收工 或許是他的媽媽做的 就是他 他不接受別人的 可是我們 我有我們自己的道理 像我的心理像 一般就是泡菜 一般都是衣服 所以我去越南 我們吃完泡菜嘛 他有一般空間 我可以帶一些禮物 那你有沒有想過 你如果不帶泡菜的話 他還是有一半的空間啊 謝謝 謝謝 謝謝金平摘 我覺得韓國人很奇怪的一點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韓國人 他住台灣 然後有一陣子我會說 我要去韓國這樣 然後他說 那你幫我買泡菜 我說 你為什麼現在 雖然他住台灣 我說台灣買得到韓國泡菜 你為什麼還要叫我去韓國 幫你買韓國泡菜 他說 我說OK 好 於是乎呢 我在韓國幫他買韓國泡菜 然後就放在那個心理箱裡面嘛 然後就回台灣打開 好可憐 因為他那個韓國泡菜 它不是塑膠狀 它是一個核 就是 反正他在那個蒼羊裡面 它爆了 所以我心理箱裡面的所有東西 都是泡菜 好可憐喔 然後就是為了那個韓國人 然後我快氣死了 但我覺得他們韓國大男人 也是一個很 可怕 很壞的 很可怕 他們已經變成 會彼此比較那種感覺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嫁給韓國人 他的大男人是 可能大家一起出去吃飯 然後那個女生可能就是 自己包包要自己拿就算了 然後筷子什麼都要幫他準備好 然後一有什麼不對勁 那個男生就這樣 就發出一些氣音什麼的 就是不爽這樣子 然後又很愛面子 什麼東西都要女生去拿 問題在台灣你就會覺得說 你是男生應該要照顧女生 對啊 怎麼可以這樣 然後有一次好像也是 他男朋友就是長期這樣下來 我們姐妹就會跟那個女生講說 這種男生到底有什麼好的 就是你嫁給他 感覺就是讓自己更辛苦而已 然後他就講說 不會啊 他說因為他在家裡 完全就不是這個樣 他在家裡水果是他老公切的 然後打掃那些都是他老公做的 他就說他在他自己知道 他自己老公在外面是一個樣子 然後在家裡又是另一個體貼的樣子 我們就說你老公幹嘛這樣很可怕 他想說不是 因為在韓國他們就是男生會習慣 在外面要有那種 我想要去韓國 對 而且他說他們男生如果是 譬如說我們兩個都是有家式的 然後他們兩個男生會默默心裡會較勁 看誰的老婆對他們比較好 對 這個沒辦法啦 因為那個這個是他們 我幫他們講話 因為這個是一個文化就是說 而且女生喔 是包括韓國的女生 他們就是不會不要啊 他們就是覺得 跟日本一樣啊 對啊就是他們 他不是覺得 他講的這個跟你講的不一樣 對… 這個是不是我勉強其實做這件事情 他們是自然做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這個不能比較 那金秉湛你現在娶台灣老婆 你會這樣嗎 其實我姻母一樣這樣子做 有嗎 而且我覺得滿合理的 你要不要看看你老婆的VCR 因為老婆在外面都會幫我拿筷子啊 湯這什麼的 是 可是我在外面的時候 我也要幫他烤肉啊 譬如說我們去烤肉店 我都幫他烤肉 這個就是男生做的事情 女生做的事情就是幫我拿筷子 可是我覺得韓國人真的有一點那種 人格分立 因為他們常常就是 可能在別人面前是一個樣子 可能一轉過來又變成另外一個樣子 沒有啦 我是結的 因為這個是我們有討論過 在就是譬如說在台灣的話 就是應該是那個 那個如今隨時什麼 就是台灣的方式 你看 我之前的女伴也是我就是 夾菜啊 就是倒酒啊 我都沒有強迫她們啊 但是到了日本我會強迫她 就是因為是已經到了日本嘛 現在是台灣的話 就是我們會聽台灣的女生的話 那到了日本該要聽我們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名是誰呢 來來 第三名 第三名 我看一下VCR 我聽朋友講說 義大利人都會亂調情 亂把妹 自以為自己是帥哥 我上次在新聞上看到說 他們還在付一百年前 戰爭留下來的稅 那我覺得這有點誇張啊 之前有看影片有看到他們說 就是 就是義大利人然後用 沙漠珍貴的水在煮義大利麵 我覺得超瞎的 之前有金融風暴 然後他們就很悠哉 還在喝咖啡曬太陽 沒有什麼危機意識吧 一堆義大利人男生啊 他們喜歡耍帥 晚上的時候呢也喜歡戴墨鏡 新聞報導就說啊 那邊有個夜店的那種餐廳啊 他們一樣帶著墨鏡走進去 一邊走一邊撞 一邊走一邊撞 他到他位子的時候呢 旁邊東倒西歪 我發現就在義大利的時候 也是發現這樣 那個有太陽沒有太陽 晚上白天在裡面外面 都會戴太陽眼鏡 很笨 非常笨 邏輯沒有 邏輯沒有 我在餐廳的時候 很黑暗的餐廳 他們就是撞到牆壁 就是不會拔掉 他就會上來 下去 上來下去 你那個眼鏡就是 對啊 因為我是那種不太會戴墨鏡的 那我現在要解釋一下 那個墨鏡的事情 我真的是 我是另外一種義大利人 我跟你們講 可能就是在義大利喔 但是有很多男生 他覺得那個帥哥的樣子 就是要頭髮很油 然後留一點點鬍子 然後戴那個墨鏡 可是那個墨鏡 為什麼在室內也要戴 為什麼 因為常常我們 義大利人有一些 有一些人他眼睛比較小 可是他鼻子很大 他鼻子大眼睛小 所以如果他說那個有頭髮 然後他臉比較瘦的 然後他把那個墨鏡拿出來 你感覺那個男生其實 不是很帥 所以他用那個墨鏡 蓋他的眼睛 不是 不是因為要跟夢多一樣 偷偷看女生吧 沒有 那是日本人的變態 我們義大利都沒有這個東西 搞屁事啊 你講你們的義大利啦 我 沒有 我們都不會偷偷看 我們 或是我們就是會看 然後直接去講話 義大利人他們的香水 都噴得好濃喔 每次我就是會噴到一些 義大利的朋友 對 好像出門用掉半罐香水這樣 真的 那個是濃到 就是你跟他坐同一個人車 好強喔 就是好想跟他開床 好濃喔 那個叫做 義大利式洗澡 義大利式洗澡 來不及重的洗澡 所以就用噴的 對啊 從羅馬帝國傳出來 對啊 我們義大利都是那種比較重的口味 他們用的香水 還有用的那個洗頭 髮油 都是很重的味道 對義大利人來說 就是外表 外表 非常重要 對 所以除了打扮 就是用香水 這是很重要 因為你可能也沒看到我 可是你可以想我 你可以真的聞到我的 我的味道 義大利的夜店就昏倒 因為大家都噴了好多 對 太香了 一百個 OK 對 但我 我覺得其實 義大利的也有一些 真的比較怪的東西 像我們義大利人 其實非常非常非常喜歡 欺負外國人 然後他有各種各種方法 但是可能就是台灣人 比較接觸得到的是去 去坐火車的時候 被欺負得很長 因為我們的義大利的火車 都沒有像台灣 你可以用一個 你要過一個門 我們火車你可以隨時上去 但是你當然會去買票 你不會直接上去 你會先去買票 可是呢 義大利其實買票了還不夠 你要去驗票才能上車 那這個沒有人會跟你講 我們義大利人從小就知道 我們都習慣一定要驗票 因為之前呢 我們的票上沒有寫時間 所以如果你不驗票 你可以一直用那一張 所以就是合理 可是現在呢 每一張票都有 上面有寫時間 所以而且他有說 他那個時間的三個小時之後 那個票不能再用了 所以你驗或沒驗 即使沒差 你就是只能驗那一次 可是外國人 都不會知道這件事情 沒有半個人會跟他們講 所以我常常看到他們買票 然後上車 然後我也上車 那我先驗票 我上車 然後那個有一個來 專門我覺得 專門來抓外國人的 然後我每次看一些什麼 印度的觀光客 或者德國的觀光客 或者日本的 他們都給他要那個票 然後他給他看 我有啊 這會被罰起來嗎 你沒有驗票 都會被罰大概三千塊 台幣 台幣 對 他可能在 他可能真的 只有買賬物 從威尼斯機場到 威尼斯 這有大概十分鐘的做程 那個票好像只有 大概一百多台幣 然後他就被罰三千塊台幣 意大利跟法國很像耶 對 不好的都會 不好的都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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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問題 可是這種票就是也有一樣 就是你買票 一定要去那個機器 驗票 就是有一個小小的機器 然後 click click 你就把它放在裡面 對 因為我們沒有像台灣那麼發達 有什麼 悠遊卡 那個我們可能一百年後吧 我們現在 現在就是要去 去驗那個那個票 然後 他其實票 然後他們會跟你 吵架說 說票上有血喔 可是他有血大概這麼 這麼小 超小 然後重點是 所以我們意大利人 我有時候會忘記驗票 那我就忘記 我跟他說我忘記了 然後他跟我說 喔 好吧 沒關係 但是下次記得喔 不然會被罰錢喔 所以我們意大利人都會被放 怎麼這樣 你們壞耶 吃不外國人 對 你看那個台鐵多久以前 就已經有一個那個 那個贊務員在那邊 幫你折票打動了 還是我們下次就是這樣子 上去之後 然後他說為什麼你沒有驗票 然後你就說 那個意大利人跟我講 不用驗 然後他跟我說 你不要再這樣講喔 然後他跟妳要三千塊 我以前 以前很久 十幾歲的時候 有交往跟一個 意大利男朋友 然後OK 很順利交往之後 那小群你通常喜歡在外面 譬如說千千小手啊 然後想要碰他摸他 欸 他不可以碰耶 我每次想要靠近他 他說 No... 我想說幹嘛 我是女朋友 我不能碰你嗎 意大利的男生 其實不太喜歡 女生會主動去念他們 那個他覺得是男生 去找女生 我覺得其實 意大利人跟法國人 差不多一樣浪漫 可是意大利人 我覺得比較大男人 所以他們出去的時候 他們還是希望的是 男生去 對 找他 不是女生 他們會覺得你很黏 那如果說意大利或法國男生 然後出去像他這樣子想要碰 你們會不會就對他心裡打 如果是好的人 會 如果他可能有 別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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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不要讓別的人 知道你們在一起 我覺得這一個比較像 想要覺得 他是單身 沒有跟我認真就對了 對 有可能 那剛剛VCR有講說 意大利人現在這是繳 一百年以前的歲 為什麼 小人哥別提了 蛤 真的是 不是我提的是VCR 別提了VCR 因為真的是我們現在還在 就是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因為有朋友跟我講 我又去研究 那我發現 真的 我們就是我們加油的時候 我們還在付一個六十年前 一百年前的戰爭的一些 的一些稅 就是加油的稅 然後那個加油的稅 其實很多都加起來是大概 差不多快一公升 差不多一塊台幣 非常多 如果你看 因為就是代表說 每天是好幾千萬的台幣的稅 為了這些一百年前的東西 那這一百年前是什麼事情的稅 就是之前我們在非洲 有一些戰爭 所以義大利有參加 然後有做很 就是把它弄得壞 做一些賠償 對 然後還有一些在土耳其的 你們每次都輸了 我們 對 我們都輸了 沒辦法 所以還在 還在繳啊 可是那個其實已經沒有在繳 這是我們交給政府 政府也不會交給他們 所以它只是一個 明目而已 對啊 搞不好早就賠完了 他們還繼續再交 對啊 因為一百年耶 如果依照這樣的收到 早就有一毛交幾百 白布拿 最新的 我們最新的特殊的稅 我覺得很好笑 就是如果那些政治的人 他們在開會的時候打架 因為我們義大利人 開會的時候他們會打架 對 那那些醫院的費用 是我們人民的 為什麼 不是這樣 所以他們就盡量打架 所以不用問為什麼 因為依照他這樣講的邏輯 就是他們一直在找一些奇怪的 名目在這裡 對 因為第三名嘛 對啊 然後第二名是誰呢 來看喔 美國 哇 太公平了 太公平了 美國人他們都喜歡開大車 都開很不環保 那種5000CC以上的車 就很不環保又很浪費啊 美國人比較容易理智線斷掉 就是 跟人比較容易吵架吧 他們還滿喜歡拍一些 就是很愛 傷害自己的一些影片 因為之前在YouTube上面 有看過很多美國人 喝醉之後都會做一些瘋狂的事 像裸奔啊 搭訕女生之類的 常常在Facebook上面看到 他們就是會惡整朋友 或者是就是會 做一些不小心跌倒 之類的事情 就覺得很好笑 他們有一些人都不知道 就是非洲啊 或者是什麼義大利 他們到底在哪裡之類的 他們的人都很笨 因為都會選垃圾食物吃 然後覺得走在街上 那你們很多整人的那個 整爸爸 整誰呢 整奶奶 Jackass 很多都出意外耶 對 對 第一你要想我長大的地方 我跟你講我外面一台燈 只有一台燈 隔壁沒有鄰居 我不能去KP 看那個影片很多 他就是比如說那個 那些那個年輕人 他硬要拿個滑板 從屋頂滑下來 然後滑到地上腳斷了 就類似這種東西啊 我跟你講我小時候的娛樂 拿一個棒球 然後等那個蜜蜂飛過來就 如果沒有打中 要跑 不然會被叮 好無聊 所以你們美國人就是無聊啊 就是無聊啊 美國 沒什麼事情可以看啊 美國怎麼不會在第一名呢 真的 這就是說那個 屬於健康的東西 就是美國人真的很矛盾 是不是 最多健康的那個什麼 那個Portine Bars 美國最多 但是最胖的就是美國 為什麼 而且呢我就是 我有一個黑臉朋友 就是一個朋友 就是他 他很胖 然後就是說 我跟大家講說 他自己跟我想說 他想減肥 我說OK 就是我給他菜單 就是可以吃什麼 吃什麼 奇怪都說說不下來 一個月喔 然後就是每次就是 給我拍 就是吃了生菜啊什麼什麼 後來再知道 他吃生菜沒有錯 但是加超多醬 還不是一樣 這樣很胖 他還怪我耶 你可以吃吃生菜 但是我沒有說可以吃醬 會不會是你話沒講清楚 因為你有時候話 確實講得不是很清楚 沒有 我講說不難加 就是他只會聽到 可以吃生菜這個部分 然後主要的是 有收督力 我講出來了 就是我為了他的健康 開心我們都已經吃到肥 我為了他的健康 他說我跟大家講說 就是少喝啤酒之類的 然後就是可以減肥 可是你都約他去喝啤酒啊 沒有 對 然後就是我為他好 就這樣講 然後就是他一樣 受不下來 我說 那你在喝什麼 對啊 因為你不能說喝啤酒吧 所以我現在只能喝可樂 可樂 還不是一樣很熱量 因為你剛剛講說 只能不能喝啤酒啊 沒有 就是我不能 我的意思是 我也是 他知道這個邏輯 對 美國人沒有這個想法 沒有 這個其實有在改善 因為之前 美國人活得太 太好了 開心了 對 太開心 我們什麼都可以買大量啊 什麼的 然後 但是我們現在 也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用 美國人就喜歡大跟多 我最不懂的是很多 美國人用衛生紙的方式 他們比如說 我爸 一個很好的舉例 你就 你有聽到 隔壁的那個人 他拿那個衛生紙的時候 你又聽到那個 那個聲音對不對 我爸用的時候 我就聽到 他在裡面有台風火的 是不是 超多的 他整個手 就好像受傷一樣耶 就是衛生紙 包衛生紙 用一兩次就丟掉了 浪費喔 超級浪費 我真的完全搞不懂 為什麼美國人這樣 美國就這樣啊 奇怪的邏輯啊 一直叫別的國家 要環保 真的 退出環保 現在退出環保的也是他 對啊 對啊 美國人在 他們在國外真的很奇怪 他們在美國的 你有那個牆 什麼是合法的 但是他們在國外 不做合法的東西 是很奇怪 我有個朋友 他三次 三次他不想要付那個 計程車的錢 第一次他忘記帶錢 所以他就是在外面 跟司機講話說 我的錢是 有泡手 第二次他是 爛 但是他被抓到 他被警察抓到 第二次他是 我第一次 我差不多那個跑掉 所以我要再試試看 第二次 跑掉 被抓到 他還有第三次 也是被抓到 到底 可以比較聰明一點嗎 我覺得 他們自己覺得很聰明 但是 每個人有個心態就覺得說 我是美國人 我做了什麼事情 沒關係 我有美國撐腰 對 不是這個 關於這個跑 的事情就是 他有誓指說 我先跑 看能多遠 下一次再誓指 看能再多遠 美國人那麼胖 那麼胖 不會跑很遠 我的爸爸就是這樣 我爸爸小時候 所以美國人是有冒險精神的 對 我爸爸 我爸爸小時候 我跟你講 他就會等在那個高速公路旁邊 拿那個番茄 然後他旁邊是 他的那個越野車 他整個車過來 他就丟一個番茄 然後 然後那個人就會罵髒話 然後叫警察 警察來他就上 看他能跑多遠 所以 所以現在 所以現在假設聽了一切行為 你有沒有覺得合理很多 合理 合理 非常合理 OK了 這樣聽完了以後 美國應該第一名才 對啊 我跟你講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哪 怎麼還會有人在他上面呢 是誰啊 誰啊 看一下VCR 請看 英國的地鐵真的是 雖然它是世界最老的地鐵 但是 我覺得沒有網路這件事情 真的讓人家很疑惑 然後 沒有空調 英國是幽默的大家都不懂 但是他們自己認為很好笑 一直吵著要拖 喔 就拖了之後 現在又要投票加入了 所以我覺得他們真不聰明 英國人就是特別喜歡 然後去糾正美國人的口音 就好比是我們北部會去校 中部有一個 嘿 齁 的腔調 足球在英國很盛行嘛 那如果說 他的支持的球隊輸了 他可能就會做出一些很瘋狂的舉動 對其他球隊 或是其他球隊的粉絲 例如拿椅子去砸別人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英國人很不聰明 啊 你們的地鐵沒有冷氣 也沒有Wi-Fi 沒有冷氣 因為除了這個禮拜之外 我們天氣太冷了 不用冷氣 這個禮拜我們有Hit Wave 現在比台北熱 但是其他的時間都很冷喔 哪有 你們暑假也都很熱耶 我沒有發現啊 我很久沒有發現 但是對 我們地鐵是很貴 不快 只是不方便的 而且 而且它是那個11點半就是管 管起來 對是這樣 但是還有所有的那個 那個看足球比賽的時候 對啊 喝醉 那個是 我想說那個是科班影像 但是真的是真的 每兩 真的 真的耶 但是我先說 先說 真的是 不是 我是威爾斯人 那個是英格蘭人 他們很壞 你們可以說歐洲人 他們也知道 每兩年有大全 全世界的比賽 有FIFA和Euro的 那個每兩年都會看新聞 就是英格蘭的粉絲 就是足球粉絲 跟另外一個國家都會打架 這個叫對 Hooligan 對 Hooligan 就是足球粉絲 然後他們有一些就是 他們是 他們比方說有一個足球比賽對不對 比方說是英國 英國法國 那有很多人會去 對 他們會去法國為了看一個比賽 那有一些英國人他們會來 法國為了打架 對 真的 他們不管比賽 他們就是去當地 一邊喝酒 一邊打架 他們不管是誰 是英格蘭對俄羅斯 還是英格蘭對義大利 還是英格蘭對法國 還是英格蘭對土耳其 都會打架 而且他們絕招打架的時候 一定要用頭撞你 那個是 那個叫做 蘇格蘭的親親 你看 你看 蘇格蘭的 這是這樣 而且就是他們之前 在那個日本的 那個持久世界盃 World Cup 那時候 為了這個Fooligan 就是很多金招不出來 就是包覆那個 英格蘭人 對 真的誇張 其實之前 現在大部分 每個歐洲的國家都有 對 而且 而且有些協會 伊大利 法國都有 他們會就是 那個比賽之前 會大家 所以他們的長稱 就叫Holygan 可是是英國的發明 他們就是有一些協會 然後那個協會 有他們的那個協會的 Holygan協會 對啊 是 他們都會安排好 什麼時候去哪裡打誰 對 就是他們很明顯 為什麼 你在當地看到 足球比賽的話 你可以看他們是穿英格蘭的白色的衣服 足球衣服 他們是禿頭的 他們很胖 他們一邊有喝酒 所以你要那個不要管他 不要去他的那邊 對 他們是找打架的機會 對 他們不見得很喜歡足球 他們就是要打架 就是想要找架長 他們不會去那個 那個運動場看比賽 他們是在外面去酒吧 那個看一半就是 就是要鬧事 去找別人打架 對 要鬧事 英國竟然是不如理啊 可是英國還有一個很奇怪的運動 就是 叫 這個 這個我知道 最近 好想去幫我們瑜伽 真的 為什麼奇怪的 他們很喜歡他們這麼開心 很愛耶 對 他們覺得這個 比爾跟優雅都是 讓他們很開心 很放鬆 所以他們混在一起了 所以他們在優雅的時候 一個動作 然後喝個一杯 啤酒 而且是很嚴肅的喝啤酒 對 所以大概一 聽說大概一湯哥他們喝了 兩瓶酒 我跟你講有一個人啊 曾經跟我講說 我跟你講 誰說 就是有一位 曾經在日本的國手 真的 他不是叫 杜莉不要喝了嗎 沒有 比較不會而已 因為那個 酒的卡路里 叫做 空的卡路里 沒有內容的卡路里 跟我的腦袋一樣 對不對 對 所以就是那個時候就睡 但是喝太多還是會燙喔 英國有 他們有發明一個很笨的事情 就是 有聽過嗎 有聽過嗎 就是 那個 踢足球的時候 一定會有一個人 對 然後全 羅地跑 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 然後不管是幾足球 打蛋球 就是所有的運動 一定有一個人 在賭球 然後一定要 要全 為什麼要這樣 如果是一個很胖的男生做的話 就是不好看 但是有的時候 為一個很辣的女生 大家都是 女生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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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網球 網球比賽比較多的女生 這個還好 這個美國沒有運動 還是會去 但是 也對 也是啦 這有什麼好比的 你贏了 但是 我覺得 英國人超級無聊 我真的不懂 他們很愛 研究東西 英國很多很奇怪的調查 對 超級奇怪 例如 例如 比如說你穿超人服裝 去上課考試 會拿到好成績 變誰啊 那個很重要 你要比較好的成績 不是嗎 OK 然後 他說你去光街 超過23分鐘 你就會開始亂買 怎麼會 我們整個60分鐘都在亂買 對 從第一分鐘 第一分鐘就開始亂買 然後他說情侶是 一年只有 有312次會吵架 然後特別是在星期四 才會吵架 這是什麼邏輯 為什麼 是 他是跟你說 他是幫你 如果你不要吵架的話 禮拜四就不要跟對方見面 就是這樣 不然你會吵架 我是讓你 他是幫那個人 然後就變成禮拜五就會吵架 因為禮拜四找到了 就是這樣的 好笑的角色 12次就是把每個禮拜四都抽掉 這樣的好笑的調查 你看我們的新聞 我們的新聞 禮拜一是恐怖分子什麼什麼 禮拜二是那個脫歐 禮拜三是恐怖分子 禮拜四是脫歐 所以禮拜五就是可以說 大家不要說到那個恐怖分子的 今天就是說 禮拜四會吵架 好 拜拜 本來我們以為說 怎麼會是英國 聽他們講完覺得好合理 很合理 對日本很正常 終於第一名 終於第一名 最後比日本正常 對 那以後這幾個國家 在做什麼莫名其妙的事 我們也不覺得覺得奇怪了 謝謝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關分之一牆下次見 拜拜 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